這個問題真的要交給兒子的一集 其實剛才這個問題我們經常接觸到 其實我們做廚師很多時候 就要本地的口味 也堅持家鄉的味道的心態是這樣的 外縣的食材和關係 因時制意很多時候 改變了摩登了是會有的 所以我們經常講一句話 粵菜百味去到每個地方 調整當地的食客所要求的味道 好像剛才你問得非常好 香港你以前吃過街邊腸粉 腸粉豉油一定不是現在這樣的 有些豬油 有些醬油膏的油底 最下價的豬油調出來 但現在呢 現今人追求健康 所以我隔壁的美女 聽見豬油雞油都已經是艷遇射揭 我都很喜歡的 兩個反話來的 真的不是 所以我們現在呢 首先就是用健康的角度出發 第二呢 亦都說回環保的大自然 如果是一個進取的廚師 這兩樣是基礎 所以味道呢 有所改變呢 是在所難免 就是這樣 補充 菠蘿油也這麼說 我們說菠蘿油呢 我們的麵包製作人 之前倒退十五年前 每個人都說不要做麵包店 因為麵包比麵粉便宜 怎樣做麵包呢 但是因為現在呢 疫情過後 經濟改變了 也很多人呢 現在我不喜歡吃港式麵包 因為太貴 但是也這麼說 以前我們說的 肉食海上鮮 莫食腰間前 現在我們本地的麵包 相對主流的麵包 可能會貴一些 但是味道是 抓回這條根出來 所以你就算說 不方便買 或者不近你腳 都是很遠 我們看到浮仔浮邊的朋友 都出來買菠蘿包 我其實純粹用一個 食家食客的角度去想 因為我來了很久 其實可能我小時候吃的菠蘿包 是什麼味道 我未必真的會很記得 但是隨著年月的流逝 剛剛我見到整台麵包 Baker Duck 要買廣告先 他的麵包呢 和我小時候吃的 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已經經過年月 已經有很多的轉變 也有很多不同的不同的 現在又有天婦蘿包 可能遲些有黑松露包 已經有很多融合物在裡面 但是慢慢我吃吃吃 唯一是那個包 可能就是沒有變 就是那個包底 但是那個餡 隨時會變 但是變了之後 又不代表不好吃 也不代表沒有了香港文化 都是在香港那個 傳統的那個東西 都發酵出來 去演變出來 所以對我來說 我又覺得 最重要都是來自香港的東西 很多東西種的好吃就是好吃 亦都這樣說 補充 因為就算我們幾十年前 香港 譬如你十年五年沒有回到香港 香港都面目全非 食物食味環境都不同 亦都說 都是現實的說 我們疫情前 可以買一磅牛油 是兩元到三元一磅牛油的 現在你行超市 不會低過六元 起碼七八元的牛油 所以我們都經常說 同情心 你看做麵包這麼困難 給多些錢 應該 亦都這樣說 繼續問